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是林检为了躲避跑步找了借口 如今两人的关系不同了 均出身的立志成对锻炼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他对林检的作息规律十分不满 不仅能在设计室做一天 还失业感设计 这样立志成很实心能 并经常拉着林检出去锻炼 林检这时再也找不到借口了 无奈之下便开始每天的跑步健身 可是至于林检这一下锻炼就要上瘾了 每天逼着立志成陪自己跑步健身 甚至扬言将要超过立志成的锻炼量 还要练出马甲线来犒劳自己 立志成被林检的想法都烂 便答应了林检 立志成还化身了健身教练 对林检进行了健身指导 林检在立志成的监督下 苦练了三个月 终于练出了马甲线 身材也比原来好了很多 立志成起初认为林检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他竟然坚持了下来 可能是被立志成洗脑了 林检不仅坚持了下来 还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立志成看到此时林检不禁大吃一惊 心里想着什么都愿意 有趣的网友表示 像一个像立志成一样的男朋友 虽然言语有些霸道 但行动上关心人 却丝毫不马虎 原来都是做的比输得要多 并且跟他在一起 那安全感就要爆棚了 但可见网友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呀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该局还在持续更新中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